財政司副司長王偉倫 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楊潤雄 星期二早上11點半召開記者會 公布2024年下半年香港盛事年表 而旅法局總幹事程定一也有出席記者會 香港的全年盛事將由原本150項增加至210項 但香港下半年就已經有超過100項盛事 而記者會受到議論的部分就是 楊潤雄表示政府會在6月推出全城禮貌運動 將好客知道的精神宣揚到社區 政府會在6月推出全城禮貌運動 將好客知道的精神宣揚到社區 讓每一位香港市民都成為我們的禮貌大使 全城禮貌運動會涵蓋18區全港學校大小商戶 交通運輸各行各業 楊潤雄表示政府會動員18區的地區資源和網絡 在地區層面進行宣傳 楊潤雄表示除了宣傳之外 教育都非常重要 所以都會增加和學校的合作 加強推廣禮貌運動 從小就培養學生以禮代人 至於在場有記者問到 會不會將電影《九龍城寨》的報警保留 黃偉倫就有這樣的回應了 黃偉倫還表示全年有超過210項城市 但是下半年的城市 已經包括了42個會議和展覽項目 25個文化藝術及創意項目 15個體育城市 和13個金融、經濟、創科的城市 而項目、節日、慶典、會演和嘉年華就有11個 預計將會為香港帶來72億的消費額 還預期香港經濟增加的價值會去到43億 至於香港下半年會舉辦什麼重點活動呢? 我們一起看看 我們就喜歡嗎? 每一個月 中文字最線而言 你不是 meidän